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公元前二二一年,秦国已灭五国,旧盛齐国一只独苗,灭齐之战,始皇启用蒙田和任销,自然也不完全是因为战功,蒙田和蒙义兄弟对始皇忠心耿耿,在始皇还没有举行官礼之前就追随左右,随后扳倒三座大山,这两兄弟一直陪伴在始皇身边。 从平衡各方力量的角度来看,始皇还得提拔其他家族,以制衡王室家族,这方面蒙氏又成为首选,任销的家族实力远不及蒙氏,但忠诚度不成多让,战争方面也有驾海擎天之能。 蒙田,任销起兵三十万,隆隆开进,直逼齐国,他们能实现始皇一统东方六国的心愿吗? 攻其秦军兵力约有十万来自关中和隆西,其余来自各国旧地。 从兵源结构和数量上来看,始皇对蒙田任销的信任程度远高过王分。 齐国方面,齐王见听相国后圣之言,不就韩、赵、燕、魏、楚。 秦国每面一国,反而前使入秦称赫。 类似赵国郭开一样的人物,收取秦国的黄金后路,劝说齐王见与强情联盟,不支持列国诸侯。 等到蒙田任销起兵,后圣其实也很后悔。 郭开最终万贯家财被夺,惨死路途中的结局,每天晚上都出现在后圣的梦中。 后圣后悔,齐王见就更不用说了,此时此刻,他并没有坐以待毙,而是迅速调动主力二十余万大军。 兵发西线高唐,隔黄河抵御秦军。 高唐是齐国五都之一,与赵国邻秋隔着一条黄河,战略上主要是防御赵军的进攻。 赵国常年在邻秋囤积粮草和物资,并且建造大量渡河的船只器具,赵国历来将这里作为突破齐国的一个发起点。 当年五国发起,乐意也是选择在这里登陆齐国本土。 由于高唐齐军兵力不足,齐军不得已在积水与燕军决战。 汲取之前的教训,齐军囤重兵在高唐,援军也很快赶到。 力求将秦军挡在黄河以西,齐国若丢了高唐,不但丢失五都之一,后面就只能退守,又要退守积水,又将重演当年五国发起的局面。 齐国在高唐军区的布防并不是临时性仓促性的,而是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相当完备,包括附近另一个五都之一的平路也可以迅速派出援军。 因此齐国高唐军区的防御毫不夸张地说不若金汤。 蒙田宫区的起点也正式设在高唐对岸的林秋,这里渡河汽居和粮草物资充沛,而且是宫区最短路线,如果舍弃这里,从其他地方宫区,搬运这些汽具和物资至少得花上两三个月。 齐国当然也会有所应对,而且秦国几年内灭掉了五国,如今冰老降胶,全军上下笼罩在气冲至焦的气氛中,将士摩拳擦掌,直等加官进爵,使黄更是目空一切。 蒙田宇任肖不敢舍尽求远,延误战机,然而从春天到盛夏,秦军数次渡河军告失败,用了很多办法与齐军对峙三个多月,伤亡不小。 在齐国这条马其诺防线之前,秦军势勇亲敌几乎毫无进展,蒙田宇任肖是幸运的,他们背后的大boss秦石皇在这关键时刻又鼎力支持了一把。 当时王粪平定辽东和戴军燕昭的,参与后自己回咸阳,留有数万兵马驻守北方,为了帮助蒙田打开缺口,使皇陵王粪再赴燕昭旧地,统领五万人马南下,从另一个方向渡过黄河,威胁齐都林兹,等齐军从高堂撤离回原林兹,蒙田再会是渡河,一举击败齐军主力。 王粪得力,抵达燕昭旧地,召集人马,除去伤亡和留守的,王粪军的人数已不足五万,这点人马要攻克林兹,根本不可能。 使皇的意图是让王粪吸引火力,给三十万蒙田军创造机会。 王粪捅兵南下,长驱直岛,如入无人之境,渡过极水,兵临林兹城下。 林兹是战国时期超级大城,七万户,五十万人口,林兹城内外游守军近十万,即使已经抽掉部分去西县,仍然超过六万人。 林兹几十年大发展后,粮草堆积如山,车马赛于通渠,选管想入云霄,繁华更胜于昔日。 急切之下,王粪根本不可能攻破林兹。 这个时候,摆在齐王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,一是按兵不动,保持现状,分两处抵御秦军。 这种方式短期是有效的,但是长期与秦军耗下去,对方地方大元军多,齐军总是耗不过的。 第二个方案,就是从高堂调来一支军队,会和林兹守军,利用绝对的人数优势,先将王粪军歼灭,到时蒙田军也必然不战而退。 齐王剑还在犹豫的时候,王粪派来使者,给了他第三个选择。 王粪大有其父的风范,能够使巧劲,就不硬拼。 当初,王粪灭兆,利用离剑计,让兆人换下礼目。 这回王粪派人向齐王剑许诺,只要齐国开诚投降,他可担保使皇给齐王剑五百里地作为封地,安度万年。 秦国灭了东方六国中的五国,就连村中娃都知道,秦国一统的大势不可逆转, 抵抗只是拖延秦国一统的时间。 齐王剑妥协了,至于王粪的话到底可信不可信,齐王剑也顾不得了,有个台阶下总比没有好。 于是林兹开诚投降,王粪杀了后生,囚禁齐王剑等待使皇发落,灭齐的手工又记在王粪头上。 有些人就是这样,他们总是历史的主角和焦点,王粪灭烟,魏,齐,三国,他正是这样的人,当之无愧,使皇帐下第一功臣。 灭齐的战争还未结束,在高堂镇守的齐军闻齐王剑投降,军心立即崩溃。 秦军闻讯却是士气大震,蒙田与任销,挥师渡河,半数以上的齐军放弃抵抗,蒙田终于在高堂赢得一场大截。 但是灭齐的手工肯定不会记在蒙田头上,即使使皇有意如此,但历史的轨迹只能是伴游人士伴游天。 秦国咸阳王公,这日早朝,殿内中古齐名,玉炉相绕。 使皇高坐龙椅,分外精神,群臣跪拜以臂,文东武西,分立两旁。 文官有丞相王婉,玉室大夫宏杰,庭玉李斯,少府张涵等。 武将有王粪,蒙田,任销,射箭等。 人人衣冠齐整,剑配铿锵,真是新潮气象。 二战时,德国有一名神学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, 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,我没有说话,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。 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,我没有说话,因为我不是犹太人。 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,我没有说话,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。 后来,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,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。 其实这段话何尝不是齐王健在面对秦国瑞士时内心的真实想法。 当秦国灭韩时,齐国心想离自己还很远。 秦灭魏国时,齐国心想反正还打不到自己。 然而当秦国最后攻打自己的时候,却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帮手了。 无奈之下,只得现成投降。 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做淳亡齿寒的。 当秦国开始展开坚并战争后, 山东的六国依旧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。 山东诸国之间,虽然也有组织过合纵抗秦,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袖手旁观, 甚至是落井下石,而齐国正是这袖手旁观的国家之一。 与其说是齐国愚蠢重计,选择袖手旁观。 不如说是齐国心寒,不想理会其他山东五国的死活。 战国中期,齐国是一个足以于秦国并驾齐驱的国家。 可惜的是,齐敏王中了贱者苏秦之计, 独自吞下了宋国,引来了其他六国的记恨。 在宴讲乐意的率领之下, 燕、赵、秦、魏、韩等五国攻破齐都林兹。 齐敏王在这场战争中被人剥皮抽筋, 齐国在只剩屡极末两城的情况下艰难复国。 这一次虽然五国乏齐,让齐国国力衰弱, 虽然勉强复国,但却难以再现昔日辉煌。 国力的衰退也成为了后来秦国兼并六国使, 齐国不愿出兵合纵抗秦的原因之一。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, 便是齐国对于其他六国的恨。 齐敏王正是被褚军剥皮抽筋, 这对齐国而言可谓是血海深仇。 让齐国帮助即将被灭的楚国, 无疑是天方夜谭。 赵国是五国乏齐当中出力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, 如果不是这三个国家, 齐国有其会衰退, 这也正是赵国在长平之战, 邯郸保卫战的时候, 向齐国借兵借粮遭到拒绝的重要原因。 长平之战, 邯郸保卫战的时候, 赵国被灭, 就算没有被灭, 也要元气大伤。 燕国先是派出间谍若齐, 后来又组织五国乏齐, 山东六国当中就属燕齐两个仇恨最深。 当齐国灭燕时, 齐国没有落井下石已经很不错了, 还指望齐国去帮助燕国。 至于魏国、韩国虽然在五国乏齐中是打酱油的角色, 但是毕竟也参与了那次乏齐的战斗。 在齐国接受了秦国的贿赂之后, 齐国面对这两个国家的求救, 高高挂起。